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这样一台机器人一天就能分减60吨 能顶上30名工人的工作量 农业的未来在于智能化 只有不断科技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大效益 而这台胡萝卜分选机器人的发明者 就是来自莱西市的海归青年耿奇超 他将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回家乡 不仅让农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还带领着整个村子的农民一起致富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1989年出生的耿奇超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莱西人 2010年就读于青岛大学外语系的他 选择在大二的时候申请出国留学 2013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专业 并于当年回到家乡创业 任青岛有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为一名新农人 从事起了农产品加工出口和农业智能装备研发的业务 耿奇超的家乡是有着中国胡萝卜之乡美誉的莱西电布镇 这里地理环境极好 水源充足 气候温和 非常适合种植胡萝卜 全镇大约有5万亩的种植基地 而生产量更是达到了25万吨 创造的总产值近4亿 除了满足国内人的需求 当地的胡萝卜出口到周边国家也大受欢迎 在莱西 两口之家每年最多能种十几亩地 而在美国 一个人运用现代机械化轻轻松松就可以管理万亩良田 更奇超梦想 也能把家乡的父老乡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一开始 耿奇超投资了近200万 开始从农户那里收购胡萝卜 他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和农民搞好关系 性格有点内向的耿奇超 对打交道这种事情很不擅长 害怕大家觉得 自己明明是家里人 花大钱供养出来的留学生 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还跑来指导大家种地 但想着自己的初衷 就是为了用毕生所学 为家乡农业做一份贡献 改变传统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 他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 借助当地农业产业优势 耿奇超帮助农户签订种植合同 帮忙解决种子化肥农药 以及管理等问题 从产品原料原产地入手 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 果蔬种植产业化模式 大力推广科学种植方法 及电部镇政府 扶持电部镇万亩优质胡萝卜基地发展 基地各村农户统一在公司之下 接受公司对胡萝卜的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和规范化运作 实行统一公众 统一施肥 统一管理技术等 每年胡萝卜丰收后 由公司积极联系 外国客商解决了销售问题 订单以市场为导向 对严格按照种植流程操作种植的蔬菜 以高于市场价格5%到6%的比例 收购农产品 就此一项每亩为农民直接增收1000元 带动地方果蔬种植户增收 公司品牌电部胡萝卜 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并成为申报国家农业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绿色食品 种植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在分选胡萝卜时 人工分减效率低 标准无法统一 质量难以保障 不能满足外贸行业 对胡萝卜的分选要求 耿其超就琢磨着 能不能发明个机器 解决胡萝卜的分选难题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耿其超表示 仅仅研究精准控制胡萝卜运动轨迹 这一项技术 我们就实验了十几种方案 整个分减机的研发过程 可以说是失败了成百上千次 研究胡萝卜分减机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他带领着团队 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期 为了实现更精准的分解 耿其超先后与青岛农业大学 中科院自动化所 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联合在智能农机装备 和现代农机物联网领域 进行开发研究 2013年 公司成功申请 为青岛市农业智能软件专家工作站 吸引了数位教授与博士 进驻工作站 进行科研公关 终于在2017年 经过五年的努力 耿其超与团队 成功开发了一套 即计算机 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 微电子技术等 高新技术为一体的 胡萝卜智能分解机器人 使用这个机器人 生产线上的胡萝卜 通过智能化分解机 进行360度镜面扫描 可快速按照国际标准 对果输的大小 果形颜色缺陷 进行自动品质分极 十八分之一秒 便扫描处理完胡萝卜图像 一秒钟可以处理100张图像 分解六根胡萝卜 分解精准快速 颜值高的胡萝卜 装箱出口销售 颜值低的 可以进行再加工 据悉智能化分解机项目产品 已经在青岛市科技局组织专家鉴定 整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并获得多项发明专利 机器人对胡萝卜规格的等级检测率 达到95%以上 次品胡萝卜的检出率 达到97%以上 一名工人一天 顶多可以分减两吨胡萝卜 而一台机器一天 可以分减60吨胡萝卜 能顶上30名工人的工作量 根据测算 一台机器每年 可以给公司节省上百万元 人工成本 胡萝卜年出口量 可以提高三成 有了机器人助力 2017年公司年销售额 达到3000万美元 并且耿其超还表示 目前该项研究成果 不但可推广应用在胡萝卜的 深加工分级中 还可以推广到土豆 柑橘 柠檬 柠檬等其他果树的加工分级包装中 除了胡萝卜智能分减机器人 耿其超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研发的洋葱全自动 无损包皮生产设备也正式投入使用 这台洋葱包皮机器 采用国内首创 稳流环形悬浮技术 完全摆脱了物理刀具与洋葱的接触 具有无损伤 无接触 无污染 效率高等特点 同时可根据南北方不同地区品种洋葱的不同 包皮厚度 进行调节 实现了操作无人化 智能化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耿其超介绍 青岛地区每年大概有20至30吨的洋葱 要经过加工处理之后 出口到日本等国家 他们这台设备 生产效率每小时能够加工 1至2吨洋葱的净料 对比人工来讲的话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熟练的人工 将近一天的产量 实现了由传统人工 像机械化 智能化 和自动化 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近年间 耿其超 共带领着他的团队 先后主持国家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一项 青岛市 莱西市 各类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十余项 申请专利 11项 授权 软件 著作权 12项 与此同时 这些产品技术的应用 也为当地农民 带来有效增收增产 并为数十名大学毕业生 提供了一线研发实践岗位 带动周边农民 大学生 及失业者 就业200多人 下一步 耿其超 还打算研究胡萝卜 全自动 装箱生产线和苹果自动网套生产线 待实验成功后 将实现所有机器人批量生产 并投入市场 耿其超表示 农业的未来在于智能化 科技立足 创新致远 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原则 只有依靠高科技的企业 才能不断地更新进步 创造出更大的效益 带动老百姓告别 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过去 引领农业走向 现代化高效高产的未来 很多人以前对农民 有着刻板的印象 认为农民是个不光彩的身份 取笑别人来自农村 但是如果没有农民 餐桌上还会有饭菜吗 正是农民的不懈努力 才造就了今天的不愁吃 袁隆平院士 一生在稻田里兢兢业业 研究出了超级水稻 中国人吃上了优质米 再也不愁没饭吃 耿其超回家种植高水平蔬菜 不仅造福大家 还让大家看到了 农业自动化的希望 更高品质的果蔬 也会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益处 现在的大学生都希望 拿着超高的工资 干着轻松的事 可是努力和成果是成正比的 你付出的多 也就得到的越多 知识改变命运没错 可是努力和坚持也是必要的 没有什么轻松的工作 会有高回报率 不付出精力 也可能会有代价 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胡萝卜大王 耿其超的故事 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关注我的频道 期待 请 Probably